推荐个好用的东西,小米的扫地机器人 它是有声音的 这个是在充电 用手按的启动的,但实际上它可以用手机来控制的 你在任何地方,在外面,都可以控制它 只要它是插着电的 这是手机控制的后台,这个手机上的页面 这个也是手机上的 这就开始启动了 运行的,它有声音,这个声音就已经是最轻的状态,静音状态 这个声音就是标准音了,第二个音 方便你可以装到任何地方 这个椅子下面啊,柜子下面,可以装进去 它有三个盘侧眼,遇到阻碍它就走了 别避开那个阻碍 声音还是比较吵的,标准的声音也比较吵 光电就是它可以装到任何地方 然后它没电了,它也会自己去充的 一般就有剩20%电的时候,它要去找充电座了 但这充电座必须是插着电源的 而且四周有一块是不能有四周的东西的 影响它去找充电的 它自己 还有20%的电,但是它就要充电了 它就不工作了 自己要靠上去 找充电座呢,一会就靠上去 它自己就充 这都不需要人工来去管的 但人工要管那个城河 城河马上的话,它就不工作了 它就告诉你,语音告诉你 那个城河,请清理城河什么的 倒是挺方便的 但它要求那个就是你清扫面积要比较大 因为特别小的房子觉得不建议 这是初天座 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600左右 然后还可以有便宜的地方可以买到 就转转上 转转上有全新的转让的 那个大概是1200就可以买到1100吧